东光路口袋公园完工 两侧开放停车 不过却引来民众乱丢垃圾问题 不仅垃圾遭到乱丢 居民反映施工前因为工程需要 监视器已经移除 金融市议员陈宜邀请警察局会刊 研议装设监视器 我们这个东光公园有新的椅子 然后附近的居民也很担心 有外来的人士会来这边休息 或者是甚至乱丢垃圾等等 所以今天来会刊来装设监视器 原先这里有吊挂式的监视器 不过因为工程的关系 那监视器已经不见了 那经由我们金融市政府警察局的会刊之后 也会把它附挂上去 那以后未来的巷道 也是会他们警察局也会再去研议 会不会装设新的监视器 来维护这附近居民的安全 监视器当初是因为 会施做这个绿地工程 先暂时移除 那未来会 经过现场会刊 配合明年度监视器更新 原有的监视器将先安装在电杆上 此外公园两旁停车位 当地里长和居民都有共识 希望划设收费停车阁 避免遭到长期占用 这边的区域会有一些外来车 或外来民众 那停了车之后会遗留垃圾 那会导致当地的居民 在环境上居住上 一个相当的不便跟困扰 所以说很多的民众 要求我们交通处 基隆市交通处 来划这个收费停车阁 那市政府也同意 那未来采取是一小时30块 从早上9点到晚上8点 避免有民众占用 东湾公园历经几番的波折 好不容易完工 提供附近居民休息的空间 不过环境的整洁 和停车的需求 有来大家一起来维护 记者黄宋明金融报导